各位好,我们来看这一题密度和表面重力场的公式 这一题会介绍一个好用的公式 它其实就写在下面了 那就是呢,重力场的公式 或是重力加速度的公式 我们知道它是长这样 就是R平方分之大G大M 那当这个R是星球半径的时候 它所指的是表面的重力场 星球表面的重力场 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星球的质量呢 用密度乘体积来替换的话 那就会得到一个好用的公式 质量等于密度,Rho,这个念Rho,Rho 然后乘上体积 那球体的体积是3分之4πr三次方 就写在下面 这样子,这是球体的体积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重力场强度的公式呢 改写成这样子 把M,质量M,替换成密度乘上体积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呢 这个分母的半径平方跟分子的半径三次方 会约掉剩下分子的半径一次方 所以最后会变成 所以最后会变成 3分之4πrho g 3分之4π然后g乘上Rho乘于R 这就是星球表面的重力场强度 但是用密度和星球半径来表示 所以前面这个3分之4π乘上g它是常数 所以就会变成说 就会变成说 星球表面的重力场强度 正比于星球的密度 还有星球的半径 正比于星球的密度 还有星球的半径 所以现在我们直接来做它的这一题 它说某星球的密度 是地球的0.1倍 某星球的半径是地球的10倍 那所以某星球的表面重力加速度 是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的几倍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某星的表面重力加速度 去比上地球的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那根据上面这个关系式 我们就可以写为 某星的密度乘上某星的半径 去除上地球的密度 乘上地球的半径 所以就会变成 某星的密度 比上地球的密度是0.1 而某星的半径 比上地球的半径是10倍 所以这样乘起来就等于1倍 所以答案就是C 答案就是C 所以这一题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个好用的公式 就是星球表面的重力厂强度 或重力加速度的大小 它就正比于星球的密度 乘上星球的半径 这因为R平方分支GM 这个分母的R平方 会跟这个分子的质量里面的体积三次方 去做一些约分 所以最后分子就剩下半径的一次方 再乘上密度 那其他的项目都是常数 所以就得到这样的结果 谢谢同学